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Cshop面向对象编程系列课程 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是范形 首先来看第一个知识点,范形类 什么是范形类呢? 范形类其实就是一个模子 装入类型的材料就可以塑造出我们想要的产品 模子大家都见过啊 假如我想要一个娃娃的产品 那么这个模子中间就是空的 它是一个娃娃的形状 那么假如我想要一个金属娃娃呢 我们就从这个模子外面有个孔 倒入铁水 那么等这个铁水冷却以后 我们打开模子就得到一个金属的娃娃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塑造一个泥娃娃 我们就灌入泥浆 那这个泥浆冷却以后就得到一个泥娃娃 那么范形类呢 它就是一个模子 那么我们想要得到对应的具体的类 那么我们只需要将我们具体的参数 具体的类型和这个范形类关联起来 或者说注入这个范形类 那么就会得到具体的类型 我们这里展示了一个范形类 这个范形类是一个笼子的类 我们的宠物是吧 那么我们之前学宠物商店 宠物商店里的宠物肯定不是到处跑是吧 狗到处跑猫到处咬是吧 蛇到处爬 老鼠到处钻是吧 这个肯定是不得了的 我们肯定是把宠物分类的放在各自的笼子里 那么我们就写了一个笼子类 这个笼子类是一个范形类 范形类和普通类的区别 就是说普通类 在这个类名的后面 加上一对坚固号 加上一个范形参数 这是个范形的参数 那么这个参数呢 会到时候用具体的 我们传入实际的类类型 它是个类类型的参数 不是普通的参数 那么类类型的参数 也将会出现在类的实体当中 类的这个定义当中 比如说我们定义了一个T类型的数组 放宠物嘛 然后我们定义了两个 一个是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 那么传入T类型的宠物 这个T类型可能是dog 可能是cat 那么根据具体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笼子 也就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娃娃 我们就在那个母子里面 倒入什么样的材料 那么就在这个类当中 传入什么样的具体类型 需要一个狗的类 狗的笼子就传入dog类 它的参数它的食餐相当于叫食餐吧 类型食餐 它是一个类型 不是普通的一个值或者一个对象 我们放入一个T类型的宠物 取出一个T类型 就是返回一个T类型的宠物 是吧 我们可以返回某一个 也可以返回最后一个 这随意 那么这就是一个宠物 笼子的模型 填入对应的宠物类型 就得到专属的笼子 狗的笼子 猫的笼子 那么T呢就是个站位符 它在整个类的定义当中 起到一个站位符的作用 那么等到这个Cage呢 这个笼子类呢 变成一个具体的类的时候 那么T就变成具体的 相当于T 我们可以想象 T就到时候变成dog 这里是dog一个数 put in dog take out dog 相当于这个意思 但是这个具体的 实力化的替代的产品 那么在语法当中并不会 实际的展现给我们 为什么需要范姓 那么就像我们写一个普通的类 假如老板说 我们要开一个商店 交了一个程序员 我们要写一个狗狗的 装狗狗的笼子 那么我们这定义了一个类 对不对 定义了这个类 那么这里面都是狗的数族 对不对 我们那个T的参数不复存在 假如这个程序员 他只会写普通的 普通的类 不会写范姓 那么就加班敲台码 写了一个狗狗的笼子 后来过几天老板 又突发气想说 现在小朋友都喜欢玩老鼠 我们宠物商店要卖老鼠 那么希望我们这个程序员 写一个装囤鼠的笼子 我们就老鼠笼子 那么这老鼠的数族 放宠物去 放老鼠去老鼠 是吧 玩命敲台码 是吧 又是一阵加班 又写了一个类 那么后来那个 同样另外一个宠物商店 雇了一个会写模板的 模板类的 范姓类的 程序员 范姓就是相当于 以前C++里面的模板 不写这个范姓类的程序员 那么他就写了一个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这个叫做范姓类 笼子的范姓类 然后呢 老板说 加什么 加什么那个宠物 他就实力化一个 我需要一个狗狗的笼子 那么就 把那个T T类型 传入一个具体类型的食餐 然后 Dog 那么就得到一个狗狗的笼子 那么传入一个kiwi 就是囤属 那么就得到一个装囤属的笼子 你就非常简单 敲碍代码去打游戏 这就是会范姓的程序员 是吧 工作量大大减少 那么为什么需要范姓呢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 大大减少了工作量 那么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 说那你减少工作量 我可以用鸡类啊 我们之前不是宠物商店定义了一个派的鸡类吗 我可以鸡类 或者说所有类的鸡类 Object 所有类不都是从Object派生的吗 或者说用接口 我定义一个范范的宠物接口 也可以啊 是吧 Object 但是这个就有一个B端 Object 你可以放同一个笼子 你可以放老鼠的笼子 你放入狗 狗空间太狭小 是吧 狗得抑郁症 挂掉了 好 那么放狗的笼子 你放一只老鼠 是不是 进去以后 空间太大了 是吧 那老鼠运动量太高 猝死 放老鼠的笼子 放入一条蛇 那不得了 老鼠全部不见了 只剩下蛇 蛇吃饱了 那么为什么需要繁星 那么用鸡类或者公共的接口 甚至所有鸡类的Object 也可以实现一个PageLate 确实可以 但是呢 这个类型太宽泛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这个Object 你什么都能放 你要需要检查类型 那么检查类型 那么我们需要显示转换类型 检查完了还不行 还要显示转换 是不是 需要判断它的真实类型 就像我刚才说的 把蛇放入装 囤属的龙 蛇就吃饱了 那么需要显示转换 那么这都是工作量 是吧 它很泛泛 什么都能装 所以我们就要加更多的代码 去约束它 然后让它变成一个 只能装狗的 或者只能装老鼠的龙 那么我们干嘛不用范形一次性解决问题呢 那么范形的使用过程中 就是一个定义范形 首先是范形的声明 就像我们之前定义一个龙子的范形 然后呢 是定义 我们会实力化范形 定义一个范形的这个应用 是吧 那么把它具体化 定义一个这个装狗的龙子的应用 然后实力化一个狗的龙子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cage-t 它不是一个类型 它是一个模板 它是一个模子 它不是一个产品 那么cage-dog 它就是一个类型 它就是个产品了 它就是个装狗的龙子 那么这就是定义一个装狗的龙子 这个类型的一个真实的龙子 创建一个龙子 创建一个装狗狗的龙子 那么这就构造实力 那么当我们需要什么实力 它就会构造什么实力 假如我想放猫 是吧 那就装猫的龙子 那么这装老鼠 那么这就是装老鼠的龙子 你想定义什么 就定义什么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饭行为的优势 其实我们前面说过了 首先不用加班敲代码了 代码量很小了 那么当我们宠物商店 是吧 规模越来越大 生意越来越好 从卖狗 卖老鼠 变成卖实际种宠物 是吧 我们只需要一个实现 然后只需要若干行的实力化 就搞定 不需要每一种龙子 都写一份几乎大同小异的代码 大大减少我们的工作量 那么只需要 只有需要的类型才会被实力化 那么假如经济又不好了 经济大萧条了 是吧 我们由卖实际种宠物 变成只卖狗狗了 那么我们没有实力化的那些代码 那么将不会 那么在我们的程序中 应用程序中产生一个备份 是吧 产生一个类的定义 假如我们不用繁星 那么我们写实际种宠物的定义 你只能一个挨个注视掉 那就没办法 但是我们写模板类 写这个繁星类的话 那么我们只要不把它实力化 那么这些它是不会产生这个类的定义的 那么最后一点就异于维虎 我们实际种笼子大同小异 无非是具体有些差别 那么我们就只要修改模板 所有的实力全部改变 非常的高效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把我们刚才的设想变成现实 那么我们接着我们的宠物商店的例子 然后我们定一个笼子的类 假如普通类就这样结束了 对不对 普通类加上class 但是如果范性类 我们加一个T 也可以是T1或者是ABC随便 这是一个相当于一个行餐的东西 只不过它的实餐是类类型 也可以是内置类型 是一个具体的类型 它的实餐是 那么我们定一个什么 定一个T类型的数字 我来装宠物 然后我们定一个 这个数字需要一个大小 我们到时候传入 用里int 这个笼子大小 再需要一个当前笼子的 这个能装多少只 已经装了多少只宠物 再定一个构造函数 构造函数 我们就不需要加类型参数了 这构造函数 我们加一个数量 这个数量就是这个 定义了我们这个笼子 能容纳多少只宠物 多少只同类型的宠物 不能密度太大 这个数量刚开始初始化 为0 同时我们这个数字 要给它进行一个初始化 这么大的数字 其实T类型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 定一个函数 我们要放入宠物 是吧 扑腾印 放入T类型的宠物 那么这个宠物呢 如果我们笼子没有装满 是吧 才能笼子小于这个size 小于size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放入数字 好 然后如果装满了 我们就打印一句话吧 打印一句话 Cage is full 是吧 笼子已经满了 好 那么我们能装还要能取 取呢 我们就是take out 取出一个T类型的宠物 具体是什么宠物 需要我们这个类模板 变成具体的类 那么就是实力化的过程 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取出最后一只吧 当这个有宠物的时候 没宠物你取不出来 那么我们就取出 如果是没有宠物 就写 笼子是空的 好 好的 那么我们这个模板类就定义完了 我们下面想定义什么样的笼子呢 我们随便吧 比如说一个dog cage 就等于new 是吧 new cage 然后里面装上具体的类型 那么这个笼子多大呢 假如能放一条狗 这个有些狗喜欢独处 我们需要定制一些单间 是吧 让这个狗来满足他们的私人空间 是吧 好 那么这个笼子呢 我们放入我们的 比如说一条狗 这个狗叫做什么呢 狗叫做A吧 那么再放入 那么再放入 一条狗 狗叫做什么呢 叫入B A KG是负 是吧 放第二只的时候满了 然后我们把它取出来 是吧 取出来 然后取出来 取出来就是这条狗了 对不对 那么取出来这条狗 从哪里取出呢 从笼子里取出来 Dog cage Take out 这个Dog 把它名字打印出来 应该是取出了A 对吧 B哥们就没放进去 因为笼子只能放一条狗 好 好 宠物的名字是A 对吧 好 那么假如我们改天是吧 生意不好 我们想换成猫 就是 那么我们只需要简单的替换 简单的替换 这个 当然这个你名字可以改一下 不改也行 Cant 装猫的笼 这也是Cant 需要简单的替换 那么狗的笼子就变成猫的笼子 是吧 好 那么笼子满了 然后宠物的名字是A 是吧 好 那么这就是范形类的强大之处 我们只定义了一个类猫版 类猫版 但是用这个类模板 用这个类的模子 这个笼子的模子 我们可以生产出各种各样的笼子 装狗的 装猫的 装蛇的 对吧 等等 装老鼠的 好 今天我们的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